美国纽约时报5月9日文章 原题推倒重来 科技冷战令无线电信运营商焦头烂额 在小拉巴马州威尔科克斯县的一片松树林深处 几名工人在一座350英尺高的蜂窝塔顶上 正拆除并替缓当地无线网络里的中国设备 三小时后小九遇到麻烦 新换上的一家欧洲公司的设备阻害了飞机安全信标 由于风暴设备运动 迅速缓慢和劳动力短缺 该项目已被推迟数月 加速企业拍包Solular的总裁内特·尔斯说 本月初发现的新故障至少使工期再增加两天 并打乱预算 华盛顿的人以为只要把设备换掉就行 但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会有更多开支会出现延误 随着美中争夺地缘政治和技术优势 后果已波及美国几十个州的小型无线运营商 他们受到拜登政府压制中国崛起的全面政策的直接影响 一向被称为推倒重来的计划 凸显两个大国的科技冷战 计划规定美国无线电运营商 必须拆掉中国公司华为和中心制造的电竞设备 使用非中企的设备 联邦通信委员会将拿出资金补偿运营商 FCC前幕僚长布莱尔·莱文声称 这是美中脱钩的第一战线 这件大事将持续到下个十年 但清楚美国网络中的中国技术并非易事 根据FCC的数据 费用已激增到50亿美元以上 是国会拨款的两倍多 许多运营商还面临新设备的长期供应链延迟 相关负担尤其影响较小运营商 他们比大企业更依赖中国公司提供的廉价设备 一些小公司表示可能无法升级网络 无法继续为所在社区提供服务 而他们往往是当地唯一的互联网供应商 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费希说 我们必须采取后续行动 否则一些运营商可能倒闭 肯赞斯州到齐市的联合无线公司 1月份提交给FCC的文件写道 得到项目总资金保证 目前项目将继续被推迟 因为我们在等建造和支付新网络设备 所需的必要资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吴臉申尼费